第15题,小杰想了解影响反应快慢的因素,于是在甲乙丙丁四肢饰管内先装入相同质量的大理石,然后在此四肢饰管中分别加入10毫升不同浓度的盐酸水溶液,观察反应时产生气泡的情形如右表,比较甲乙丙丁四肢饰管中气泡产生的快慢关系为何? 我们看到甲跟乙,他们都是两公克的大理石块,表示他们的质量一样,体积的状况也一样,那么但是呢,我们的乙的比较浓,盐酸比较浓,所以他反应速度会比较快,所以反应应该是甲会小于乙,而我们的乙跟饼呢,虽然他们的盐酸浓度是一样,但是一个是大理石块,一个是大理石的粉末,粉末的话表面积比较大, 反应速率会比较快,所以我们的饼的反应速率呢,会大于乙,而饼跟丁当中呢,他们都是所谓的大理石的粉末,但是呢,我们的丁的盐酸浓度比较多,而饼的盐酸浓度比较少,所以浓度越大,反应速率会越快,所以呢,我们的丁呢,反应速率会大于饼,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, 比较甲乙丙丁四肢四管中气泡产生的快慢关系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小于乙,小于饼,小于丁 我们的丁